一个突然性 对就是一排变数 可能你碰到林丹的机会还会有 那么这场球其实第二局打成 真的是缺乏了很多的推广 前两天第一轮转完之后 我跟同事开玩笑 你看这球王哲铭这个球打的还是非常积极 连续的杀上网 是运气球 那点羽毛球就是欧洲五大联赛当中的一甲 真是不像原来了 真是没有以前好看 原来每一场你拿出对阵表 你也不能说出谁赢 可是现在一拿出对阵表 我就知道谁赢 是不是美经常打到过这种比分 在这比分下我赢了 和在这比分下 对经常赢他的信念就很就强 如果经常输的话 他就不敢这样打 连班两局的可能性大不大 我只是觉得如果现在小明第一局输的确实很可惜 他第二局会永远 我自己会不会怀疑自己 我就怕这一点 对 其实我说的也是年轻队员内容 上了就愣头青一股脑的 就一件把马力开到最大 他虽然是速度比林丹快 但是他还是有控制 对他明起他把 考不到什么便宜 我自己会 哦机会 这球 这球王泽民防的不错 王泽民是个还是非常全面的选手 你全面的同时 你的身体的爆发力 这些潜能就相对比较弱一些 但这个球是被王泽民打了反击 首先要有先天的条件 就用节奏落点限制追手 漂亮 漂亮 预告 dır 董 过渡球都能造成你失误 其实这还是一个心理 他就是他能够利用上这些 那么年轻队员在这些 最后这五分球基本也不是林丹攻死他 都是自个儿打丢的 肯定是这么想的 所以你不可能赢我两局 这个心理状态就不一样 最重要还是第一局没把握 就机会嘛 错过的机会不会再重新还给你 所以你只有这一次机会 这种狠 没有戏跟林丹对抗以后可能还不是这一场球 这后边可能你碰到林丹的机会还会有 那么这场球其实第二局打成什么样 是为你 我现在最怕的就是年轻的运动员退役的比例 林丹还要早 等于现在就是这个一个无声的语言 就是好像林丹说 那我下次我只要拿你第一局 你就没戏 就是这样一个状态 你下次比赛你的难度又会加大 单的水平跟林丹打就打成现在这种局面 第一 祝鹏宇是第二 王忠明是第三 但现在就是不用打 打十次可能九次都是这排位 这就是戒内 王忠明底线判断失误 那21比12 林丹是2比0战胜了队友王忠明 这样林丹就获得了本次大师赛的决赛权 淘汰了魏美冠军王忠明 在决赛当中林丹将和92年出生的中国的小将田厚威 来中国军军